歡迎大家收聽聚焦一周 為大家否釋每個星期的焦點時事 我是阿包 我是紫樂 紫樂,戴還是不戴成為這幾天的熱門話題 政府在3月1日撤銷實施959日的口罩令 你又怎樣選擇呢? 我自己選擇在乘車時戴口罩 其餘時間就不戴了 我當然不戴 我想自由地呼吸空氣 不過我這幾天乘車逛街時 發覺我自己也是一個小數 我自己觀察 這幾天大概有八至九成的人 仍然戴著口罩 而不戴口罩 就比較像我這類 就是中年男士 是的,我看到另一個中年男士 就是前才爺曾俊華 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 就說他自己本身想和口罩說再見 但怎料一到屋苑的穿梭巴士 車上有24個人 有22個人都未脫罩 他就說要尊重大家這種集體意志 所以唯有戴口罩 再次撈梭 就是胡蘇的梭巴士 他就說 其實整件事都很反映到市民 有規有舉 行事審慎 最重要都是有得選擇和互相尊重 我也知道你和其他市民聊過一下 不如我們聽聽他們怎麼說吧 這是個人選擇 你想戴又行 不戴又行 現在沒有一個法律 是幫助大家 大家可以做自己選擇 是開心的 是本身都不需要這件事 是因為病毒才需要這件事 你迫著常常是要這樣 香港放風主要都會大發 因為多數是乘地鐵 有少少和面貼面的感覺 有點尷尬 真的不是很習慣 隔了那麼多年 有少少跟風的心理 口氣會舒服很多 我覺得像正常 除了反而覺得呼吸暢順很多 我有中過的 我覺得自己都中 身體還OK 所以不戴都更好 我覺得不戴反而會健康一些 所以我覺得要習慣 但無論如何都會有這一天 所以慢慢習慣一下 聽完市民的意見 我們看看強制戴口罩 都戴了959天 雖然早前都傳出過會撤銷口罩令 不過這次真的沒有想過 到真的有決定的一刻 就比想像中快 我們看看資料 醫務衛生局 在上個月22日 宣布過 口罩令會延長14天 會到3月8日 其實還打算要捱了3月 誰知政府突然加快了決定 這會不會跟澳門政府 實施措施有關 其實澳門政府在2月26日宣布 從27日起取消戶外戴口罩規定 只是需要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戴口罩 到2月27日晚 香港已經有傳媒引述消息說 口罩令最快在3月1日取消 行政長官李家超 最後在2月28日 召開行政會議之前見記者 正式宣布取消口罩令的安排 他就說 有關決定是居於數據顯示 疫情已經受控 香港已經建立全面的防疫屏障 又說病毒變異沒有大變等等的原因 有記者問他為何選擇3月1日放寬 是否人做我又做 現在先放寬會否反應太慢呢 李家超就回應說 認為這個時候是最適當的 說到適當的時候 其實現在也是一個適當的時候 去回顧有關口罩令的執法 原來香港有八個政府部門 在過去三年裏 巡查了接近1600萬次 去捉那些沒有戴口罩的市民 食環署查得最多 他們總共是巡查了1300萬次 不同的政府部門 一共發出了22000多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如果我們用5000元的罰款去計算的話 其實罰款今天總共的總數是超過1億 是的 特別留意的是 食環署的數目也挺特別的 因為如果用巡查1300萬次去計算 除了959天 其實平均每天 食環署要巡查大概13600多次 那究竟為何可以每天巡查這麼多 涉及多少人手 他們是怎樣去巡查的呢 我們也有點疑惑 所以也有再追問食環署 他們這個數字是怎樣計算得出來 不過我們還在等他們的回復 食環署巡查得多 不過說到發告票 就不及警察那麼主動了 警察總共巡查了59000多次 發出了超過21000張定額罰款通知書 勸譽及警告次數只有4390次 說到執法 以前口罩令和禁蒙免法是並存的 如果在集會上 真的不戴口罩或戴口罩 都是有可能犯法的 所以這次坊間也討論 既然口罩令已經撤銷了 禁蒙免法又應不可以和同事也撤銷呢 是的 看看背景資料 其實禁蒙免法在2019年10月5日生效 政府根據緊急情況條例所定立 禁止在某些被規管的集結 集會或遊行時蒙免 要留意 集會或遊行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非法集結 未經批准集結 未經批准集結 已通知警方 而警方沒有作出禁止的多於50人聚會 已通知警方 並且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而多於30人遊行 所以集會的定義 由不包括任何純粹為社交 康樂 文化 學術 教育 宗教 慈善等目的 而舉行的集結 簡單來說 其實除了上述剛剛說的慈善等目的 一般集會或遊行 配戴蒙面物品也有可能違法 其實自口罩令由3月1日撤銷至3月7日 警方已向七個公眾集會或遊行活動 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當中包括三個暴行籌款活動、兩個慶祝活動 一個居民諮詢大會和一項遊行 其中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會在這個星期日 即3月5日 在灣仔舉辦關注婦女勞工權益的遊行 是自去年12月撤銷限聚令以來 首次有民主派友好的組織 舉辦有爭取權益性質的遊行 這個遊行的主題就是 爭取婦女權益保障和消除歧視偏見 婦女勞協就在社交網站講到 其實在香港過去經歷過社會運動和世紀疫情洗禮之後 香港已經變得不再一樣 這個遊行的主題就是爭取婦女權益保障和消除歧視偏見 婦女勞協就在他們的社交網站講到 在經歷過社會運動和世紀疫情洗禮之後 香港也變得不一樣 他們就會繼續爭取照顧者津貼 就業支援這類婦女權益 看回警方就向婦女勞協發出了不反對通知書 這封通知書裡也提到 遊行大概會在上午11點開始 又會在灣仔修盾球場出發 遊行去政府總部再有個集會 預計大概會一百人參與 看回那封不反對通知書 裏面也提到 主辦單位是有些條件要遵守的 包括遊行和集會 就是要符合香港法例 包括香港的國安法 以及要確保這個集會和遊行 不會構成不利國家安全的情況 根據這份不反對通知書 沒有提到一些關於禁蒙免法的條款 或者是一些防疫的要求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如果這些參與這次遊行的人士 在這次活動裏面 他們因為防疫的問題 防疫需要 戴了口罩的話 又會不會有機會違反禁蒙免法呢 我們曾經就這問題問警察 都在等待他們回復 紫樂 其實已經過了三年了 不如我們也回顧一下 過去三年的日子 你自己有沒有一些關於 口罩令的難忘回憶 或者點滴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暫時還未敢回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家裏還有很多口罩還未用完 我也在想可以怎樣算好 不過如果真的要講到回憶 過去這三年 我自己覺得口罩都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很記得大概2020年疫情初期 當時全民搶口罩 有些老人家都要通宵排隊 唯有想買到一個口罩 在口罩供應緊張的時候 我也記得有議員說過 可以研究一些蒸口罩重用的方法 還有當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見傳媒的時候 都曾經不戴口罩 當時她有這樣說過 我們審視了我們每一位要出席 見大家或者平時的官員 如果不符合那幾個要求 就不准戴 我根本叫你不准戴 戴了也要脫下來了 因為每天每人戴幾個 其實對於緊絕的供應 都帶來很大的壓力 是啊 我記得香港也有不少有心人 當時很多人都會發起捐口罩 給一些基層或者勞動的階層 有些廠商都很靈活 他們到處撲機器 想在最短的時間內開生產線 其後政府又生產同心口罩 當然美不美呢 見仁見智 也記得當全民都戴口罩的時候 特首都堅持在見記者 出席立法會的時候不戴 就說要讓市民了解到她的情緒 不如我們聽聽她怎麼說 當時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說 要讓市民知道特首的情緒 其實說到表情、情緒這些 醫務衛生局局長 盧寵茂就說 脫下口罩之後 都很想見到市民一個表情 不知道大家這次又給不給面 我們期待明天 明天 3月1日會更好 大家可以展露笑容 說聲 你好香港 多謝大家 口罩令撤銷就好像象徵著伏尚 不過事實上 很多人的生活都很難回到三年前 說的是大概6500名 在反修例運動中 曾經被捕 但又未被起訴的人士 可以說是前途未卜 是的 其實在反修例運動裡 拘捕了10297人 當中近3000人 已經完成了或者正在進行 一些司法程序 有800多人 涉及嚴重罪行的人 會繼續被調查 而有近6500多人 現在都未被落案起訴 警方在上個月的時候 曾經多次表明 會在2月之內 公佈這個調查結果 和說明是怎樣處理的 但最後到期之後 仍然說不及 是的 其實這個消息 在去年年底 已經開始傳出 當時有輿論認為 這是社會復和的第一步 不過我們都跟一些 協助被捕者的法律界人士 他們談過 他們都擔心 其實不是很清楚 究竟警方 今次會不會只是 各自調查 而保留出現新證據 重啟調查的可能 他就說 後者這個處理方法 仍然會對當事人 帶來沉重的 心理負擔和壓力 其實除了被捕 一旦開始面對審訊 負擔和壓力都很大 好像近日 就有國安法的被告人士 申請上訴 去到中審法院 國安法自從實施而來 直至去年年底 一共捕捕了236人 當中有143人被檢控 在一些判刑個案裡 最近出現了爭議 在這個女婿遇案 她被控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 她認罪後原本可以減刑 最後被判囚三年八個月 不過控方就說 這個國安法列明 情節嚴重的類別 最低刑期就是五年 法官最後都要改判到五年 其實這件案件的判刑 是否反映到 其實認罪後 都可能有機會是沒得減刑 其實都視乎 法官原本的兩刑起點是多少 以女婿余案為例 舉例 她本來認罪後 本身應該會獲得三分一刑期的扣減 所以法官判了三年八個月 但控方就說 根據國安法條文列明 因為法官認為她的案件 屬於情節嚴重 最少都要判五至十年 才是符合最低刑期 變相她沒有了認罪的三分一減刑 最後都要坐牢五年 所以她就在去年11月 去到高等法院上訴庭上訴 結果都是敗訴的 上訴庭在判詞中說 針對情節嚴重的案件 五年最低刑期屬於強制性 而本地的判刑法律 跟國安法並行 如果有不一致的話 就要優先採用國安法的條文 其實這個案件 都有很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自從呂勢如上訴之後 都已經有兩宗國安法案件 就被界定了做 是一個懲截嚴重的個案 在被告認罪之後 判刑都不能獲全數 扣減三分一的刑期 這些案件包括光成者案 兩個被告雖然認了 串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但法官也是用五年半做了一個量刑起點 因為屬於懲治嚴重 分別將他們判了五年三個月和五年 兩個人在這個星期初 都提出了刑期的上訴 另一宗案件涉迫了一位格鬥教練 他承認了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 但近日法官也是同樣用五年半做一個量刑起點 他最終都要被判監五年 是的 其實說到國安法 除了剛剛說完在法庭上的爭議 這個爭議可能都會蔓延到懲教署 或者探監方面 因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上星期主動公開說 有很多繼續想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透過探監的方法 用軟對抗方式去荼毒年輕人 他又說要警告這些人 如果想繼續危害國家安全 警方會全力調查和執法 有證據就會拘捕和起訴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有些所謂自稱探監師的人 這些人向他們多次素微謀面的黑暴 因為黑暴而在囚的人士進行探訪 他們透過思想滲透 持續灌輸一些反政府的信息 一些負面思想 更加提到要光復懲教等等這些字眼 我們發現有些人 從黑暴到現在 總共探訪超過59個囚犯 次數達到395次 也有人在近一年半的時間 探訪多達47名囚犯 次數高達211次 剛才聽到鄧炳強提到 有人探訪了395次監 其實在記者會上 都有記者立即問問局長 是不是探訪得多監 可能會犯法呢 局方是怎樣判斷他們有沒有犯法呢 鄧炳強當時回答說 探監是沒有問題的 探監的次數也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就是目的和意圖 還有他們有沒有在探監的時候做了什麼 有沒有危害國家安全的 不過說到探監次數 也有一件事值得大家留意的 就是去年在疫情第五波爆發的時間 其實懲教署也曾經是有些暫定探訪 或者是有些限制探訪的措施 院所裏面也有實施鎖倉的運作 我們當時也做了一個報道 就是問懲教署去拿一些數字 看到其實去年 親友去探訪這個在場人士的次數 只有26萬次左右 其實按年是減了1.6萬 也要少了5萬次 而一些被還壓的人士 他們原本每天都可以有15分鐘的時間 跟親友見面 我們計算過在這段時間 在囚人士總共失去了1,305分鐘的探訪時間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看相關那篇報道 看看在囚人士被探望的權利 一些囚權有沒有受到影響 也可以去到我們雜事社網頁 還有收聽我們另一個Podcast節目 Behind the scene 多謝大家收聽我們今集的最超一周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